说到女子组合中的长青树,大家最先想到哪个组合呢? 小编首先想到的就是She,She自从出道以来,一直都有很高的人气,那时候,他们的很多歌都非常火,感觉身边的同学都在唱着他们的歌。 而She虽然后来各自都有不同的发展方向,但是每一个人的关注度还是很高,而且每次他们合体的时候,还是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。 而目前,She已经宣布解散了,三个人和原来的也都解约了,各自都成立了工作室。 虽然他们如今各自有不同的发展,但是他们三个的关心一直非常好,之前在She出道17周年的演唱会的时候,三个人合体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,而大家对于他们三个的现状也是非常关心。 在演唱会合体之后,很久没有三个人合体的消息,不过就在10月30日,大家发现She再次合体了。 原来当天时Selina的生日,她发微博晒出家人和其他两个姐妹为她过生日的照片。 并且发文感谢大家的祝福,她在非常认真的生日快乐着,也希望照片中的宝贝们都健康平安。 照片中Selina和Hebe还有Ella非常亲密地依偎在一起,Selina头戴花环,做出切蛋糕的动作,三个人笑得都非常开心。 而在另一张和家人合照的照片中,Selina的父母和妹妹任荣轩都出尽了,Selina一家人都做着笔心的动作,一家人依偎在一起的样子也看起来非常温馨。 其实Selina这些年的经历也是让很多喜欢她的粉丝为她心疼。 She刚出道的时候,Selina是三个人中最漂亮,也是最受人喜欢的一个,很多人都觉得她就像个公主,永远都那么优雅漂亮。 不过不幸的是,Selina在拍戏的时候,遭遇意外,被火烧伤了。 大家都知道,对于一个女生来说,容貌有多么重要,尤其是娱乐圈的,容貌是她最大的筹码。 而Selina在火灾之后,身上严重烧伤,而且脸部也有一点烧伤,虽然没有余皓明那么严重,但是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,也是很大的打击。 而Selina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坚持做恢复和复健,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她没有了以前的名艳动人,而且因为休养期间长期卧床,所以也长胖了不少。 好在,Selina成功复出之后,一直坚持锻炼,如今已经恢复了身材,虽然还是没有达到以前那么瘦,但是身材已经基本恢复了。 看到Selina这么努力地面对生活,作为健康的人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?